哈囉大家好我是龐德 哇這台七年後再買一台530 這一台翻新中古車很快已經進入第三集了 好眼尖的朋友有沒有注意到 欸來來來 有沒有注意到有個小地方不一樣囉 有發現嗎可能不容易 哎呀昨天很有趣啊 昨天請朋友吃飯 在三峽老街那裡祖師廟那裡 那麼因為祖師廟那邊塞車嘛 從餐廳到祖師廟這一段就坐我的車齁 車上每個人都在幹嘛 都在撕那個貼膜啊 每個人玩得很開心 我們一看這個高度 他說不用調吧 好先前兩集也提到說 這一台車的內裝齁基本上照顧得不錯 然後也沒有煙味齁 只是那個飾板齁 所有的飾板 包括車門 包括儀表台 包括排檔座 所有的飾板 都貼了這個 我說什麼又 wanna go 就貼了那個那個膠 膠那個貼紙 而且貼光 我不知道啦 可能是因為後來吧 或是本來貼的不是很好 像這個門板那個飾條喔 其實你要拆那個飾條喔 它那個可能要做破壞性 所以也許就直接就在門板上 或這個 有些因為 我跟你講這種這種高級車 有一些店家可能不是因為有把握 我不敢亂拆 就直接也沒有把飾條拆下來 就去貼那個那個那個貼紙 這有可能 所以旁邊都那個都翹起來 就像我們貼那個模型飛機一樣 它因為就看起來很不舒服 那我也講說 那撕起來之後不知道裡面什麼東西啊 就昨天人在那邊摳 大家在那邊摳 這個人多就可怕 沒有想到從祖師 從那個 三角泳那裡開到祖師廟 不過十多分鐘的車程了 整台車這個貼紙都被撕光了 剩一點點邊角 這邊大尾 身邊完全撕乾淨 裡面是核桃木 所以這趟路程呢 大家通力合作完成了一件事情 那其中我車上其中一位 放叔叔 他是開166的大七 一定要戰戰來一波 我第一集不是講了嗎 這個是什麼 Chris Bengel 那他那一台大七標配就是西門 他剛好問我說 我那個西門怎麼樣怎麼樣 他的西門有點誤這樣 那我說是怎麼樣 是說都沒有動作呢 還是說有動作吸不緊 這是不一樣的 那他說他那個車是 有時候關有動作 有時候關沒動作 甚至要下車來把那個門 重複關幾次 才會吸進去這樣 好 那麼這就剛好聯想到我這一台 其實坦白跟各位講 我那一部F13 M6 大概兩年前的時候 也出現過西門的故障 那我也自己排除掉了 我也自己把它修好了 那不得了啊 你隨便一問 那個有含西門的六角鎖 然後問周邊的一些修車的 或材料店 我說那個沒辦法 那就是要換整個總稱 整個六角鎖總稱 我們知道就算沒有西門的六角鎖都不便宜嘛 那不要說有西門 隨便一問一問 大概都近兩萬塊一顆 就一個總稱 它就是一個六角鎖 然後經過一個拉鎖 旁邊再掛一個這個外掛的馬達 但是彼此是不能拆的 你買來它就是 一個然後另外一個槌在那裡 你不能分解的 那其實我當時在處理我那台M6的時候 但家裡環境不好嘛 大部分人可能就 對不對 兩萬塊沒辦法 就換了吧 那我發揮了研究的精神 所以我把它做了拆解 換檔速度更快 那我也 我也發現 意外的發現 其實我們常常講說 BMW車呢 當然看起來很爽 但其實很多地方 我們說可能是故障 但有一些就是 你奇怪 這個設計不是 你一看就知道很容易故障 但它卻這樣設計 那我跟各位報告 我當時 我那台F13 M6 我就發現了這個問題 就是 蛤 因為那個M6 也沒幾年的車嘛 對不對 你看兩年前 大概也不過就是 七年 七年左右的車 那麼 里程數也很低 我那個車 怎麼那麼快就壞掉 然後發現那個六角鎖呢 其實就是一個它的塑膠殼 有個地方脆化 那那個地方 因為我剛才講 總承跟馬達中間 連的那一個鋼鎖 那就跟腳踏車的那一個 煞車線很像 就是有個外管 裡面是一個多股的鋼欄 就是這種構造 它那個地方有一個 頂那個外管的地方 那是一個塑膠底座 然後做得很單薄 那你知道拉這個門力量很大嘛 那你原廠設計的時候 你應該也想到了嘛 對不對 然後那個地方 那個肉顯然很脆弱 那拉一拉 啪 那個地方裂開來 等於那個 那個染線的外管 失去的頂的地方 那你中間的鎖一拉的時候 外管也進來 又沒有力氣嘛 對不對 所以呢我當時的做法 就是在那個地方 做加工 做一些夾片 把它外管固定在這個殼子外 欸 就修好啦 有沒有說 按摩啊 對不對 而且好得不得了 好得不得了 做了一些加工 然後研究了一下 好 那麼我這台車的話呢 我在第二季跟各位報告過 它有吸門 然後呢 它每次關 它都會有那個吸的動作 只是吸不到底 所以又彈回來 OK 但是每一次都有 所以呢我這個症狀 表示說 包括我的觸動開關 我的馬達 它都是好 它有作動 只是呢它吸不到底 就跟我那個M6一樣啊 就剛才講那個底座一定是裂掉 好 這是我猜想 因為當時我一次的經驗嘛 好 那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應該可以比招辦理 好 我可以自己把它修好 那像 我那個朋友那台大七呢 它是 沒有 常關起來是沒反應的 那就比較麻煩 好 而它有反應的時候是會正常關起來 這應該就不是那個底座破掉 而是呢 它可能 那個六角鎖的微動開關啊 沒有辦法觸發啊 或者說呢 馬達已經壞掉了 有時候動有時候不動 好 那就 可能要花大錢了 那我這台怎麼樣呢 是不是如我所猜測的 那待會就去我的工作室呢 把這個門板拆開來 看包括那個 咬咬咬咬搖擺的聲音 我猜是那個馬達在晃 我猜了 然後 用我同樣的方法 看是不是能夠做修理 然後另外跟各位報告就是說呢 在第二集中 用的那個Advent 18吋的 因為胎不合 因為到底那個是 For三系列用的框啦 雖然說電呢 是OK的 但是呢 因為那個胎是之前買的全新胎 那25的太小 所以裝起來不好看 而且我覺得這麼大的車 還是起碼裝到19 那個氣勢才會出來 所以呢 我就用了一組 就是我 大家知道我家裡還有一部92M3嘛 當時就背了兩組 因為那個車剛來的時候 比較高頻率去跑了大鵬灣 那時候大鵬灣台 所以呢 當時就是一模一樣的方 準備了兩組 所以呢 就另外一組就一直放在那裡 那胎都是當時 一條甚至R117R 那個不行的把它剝掉 那麼後輪呢 後輪已經不行了 大概剩兩層吧 哈哈哈哈 那我現在已經 我現在在開的時候 就已經是上那一組 我們先看一下 好 好 是不是呢 氣勢更棒了對不對 那你說真的完全剛剛好嗎 欸這不急 好這個 因為我訂了胎 訂了胎 那麼從花蓮計上來 為什麼花蓮計上來 有機會再講好了 好 那麼如果順利的話呢 今天下午 一方面我修這個西門 二方面呢 那個胎如果到的話 那麼我就去愛爾博 把這個胎給裝起來 後面的2653519 好 裝到這個本來是FOR 1912M3的原廠 19吋的 超棒的框 又輕又硬 很多東西呢 我就喜歡用原廠 因為原廠的品質最好 你想就知道了嘛 那個量體那麼大對不對 好 那到時候如果說 開來裝的時候呢 我再跟各位分享一下 就是這個框 換到這台車上 要做哪一個計算 好 那麼另外就是呢 避震器的部分 我也做了很多思考 因為大家知道 我不是很喜歡把車改很低的人 而且我甚至認為 改那尾巴翹翹 那個對於Balance 都是不對的 真正要跑車的人 好所以白考慮到 我本來心中啦 最理想的方法是 找這個原廠的 所謂的M-SUPPORT 的彈簧 然後呢 再找這個M-SUPPORT 對應的這個原廠的 避震器 全新的 就跟我前一台 146 2.2一樣的做法 只是我發現呢 可能啦 至少目前 我想我這支影片出去 也許又會 160可能會流行一段 至少目前 我所問到的 包括我問貝斯登的 改裝避震器的原廠 包括我問我所認識的 一些殺肉廠 回應就是 這個160的東西已經少了 進口商對於改裝品 已經不太半了 那麼 殺肉廠的 大概也都難找 就找不到這個東西 那後來呢 我就聯絡了一家 我熟悉的 一家 這個台智病車器的廠商 那 他呢 為什麼我願意找他 因為 這個我之前也跟各位分享過 他可能 並不算很知名的 大家所知名的大品牌 但是呢 因為我跟他 老闆熟 我知道他們的過程 從他以前在修避震器 我就認識他們 那麼他們修理費 其實是蠻高的 他們就是修一些 比較高檔的避震器 一些 低階的 他不修的 就比較高檔的避震器 包括呢 什麼 呃 PSS9 PSS10 甚至更高檔的 這個 KWT3 甚至這個 Hollings 就是 高檔的避震器 他們都會 他們會修理 那麼 他們經過很長時間的修理之後 累積了很多的 這一些高檔避震器的 一些拆裝經驗 內部構造的研究 還有 阻尼的數據 他們都偷偷的備份起來 因為他們設備不錯 我去看過 OK 那後來呢 他們就開始自己發展自己的避震器 其實蠻低調的 沒有做很多的廣告 所以可能 並不是很多人知道 那麼 我也跟他老闆溝通了一下 他 我認識很久了 他很知道我的需求 那他還問我說呢 你是要大概接近哪個品牌的 我跟他講 大概需要這個 KWV3 因為其實貝斯登的 貝斯登也不錯 但倒裝呢 我不是很喜歡倒裝的感覺 所以我跟他講說 KWV3的感覺 然後是屬於街道用 一定是到歐系車的這種路感 然後呢 這個 不要太直筒式 圈狀彈簧要大一點 哈哈哈哈 那當然是高低軟硬可調 那他還很詳細的問一下 我這個車的一些相關的 比如說 輪圈 輪胎的形式 跟尺寸 都要做計算 算好之後呢 再依照他們的Database 他們的Database裡面呢 對之前那些名場 在E60上面的配置 包括油啊 閥門啊 孔洞啊等等 幫我調配一舉 老龐特調 好我不介紹老龐特 反正我告訴他這些資訊 他去計算這座椅給我 那麼 如果順利的話 大概一個禮拜的工作 那麼等他送過來 這個是 大家可以期待的 好 眼尖的朋友應該也注意到了 欸 我的前檔風玻璃 是不是有點不一樣啊 啊 我的前檔啊 沒錯 就是 我常常買中古車大家知道 其實很多都會貼前檔 貼這個全貼嘛 哦 但我一直很不喜歡這樣 我一直不喜歡這樣 所以呢 通常我的車一買來 都會把它做私處的動作 那麼當然 有時候考量到說 大家知道其實我手上的中古車 我整理好開一陣子 通常就會賣給粉絲嘛 那通常只要我一公開 我有在整理一部車 我也 說實在的啦 大家也可以想像喔 就會有很多 粉絲呢 透過各種管道 私底下 就跟我講說這台車 詢問我能不能賣給他們等等的啦 Anyway 所以呢 如果說我買來有什麼錢還好貼 然後也不是太深的話呢 我可能就先忍耐 那如果確定我要繼續開的話呢 那我就一定會把它撕掉 那這一部呢 哇 我急著把它撕了 為什麼 因為呢 很黑 實在很黑 然後這台160 雖然說呢 它的頭燈喔 你看起來那一個 鏡面喔 看起來 其實還算不錯 蠻明亮的 但是我覺得亮度並不是很好 所以呢 我也會把這個 D1S的燈泡 我把它更新 換成 換新 然後換成6000K 然後頭的角度呢 重新再調整一次 這個部分也都會分享 好 另外呢 就是我在第一集 在對一的時候 我有講說 我在這一次的 這一次的 翻修影片裡面 還會特別跟各位分享 所謂的M-Car話 OK 因為我在七年前 在玩這個車的時候 大家可以想 對不對 當時我同時 我M-5是一直擁有 我第一台買的160是M-5 後來就陸續再買了 535 530 OK 還中間還在523 很短暫的 很快的被朋友買走 Anyway 所以我也做了很多的比較 我大概很確定的 很確定的 但有時候M-Car 這個 水很深啊 你不敢 沒有人敢說 你自己對它很了解 就是我所了解到的 就是我所比較到的 就是 以這個 M-3來講 1922 M-3來講 明顯的就是它的這個 前面 前面的兩支控制壁 大支的呢 大支的呢 看起來外型 具體上一樣 但是呢 它的鐵套 它是非液壓的 是純橡膠鐵套 那這一般非M-Car的話 那個鐵套 齒順一樣 但是呢 裡面是液壓的 OK 所以吸震 但是比較不敏感 然後小支的呢 就是側向的那一支 那一支的話呢 外側本來就球頭 內側呢 也是球頭 而非M-Car的話呢 那一顆就是橡膠了 好 這是1922 M-3的前選 好 那麼160的前選呢 跟1922這個前選 基本上 大體上結構是相同的 好 但是160 M-5的話呢 它的前選 好 前選的大支的那一根 控制壁 一樣 就是液壓的鐵套 變成橡膠鐵套 好 那當然你查原廠 它不會告訴你那麼多 它就是那個是4M-5的鐵套 其實就是橡膠鐵套 好 沒有灌液壓油的 好 側面那一支呢 可能M-5的取向 跟M-3還是有點不一樣 所以那個部分呢 它還是用了橡膠 但料號不同 所以應該是硬橡膠 沒有做到魚眼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我在這一部車 其實我之前做過啦 其實我講說 很短暫時間 就賣掉大概523 我當時是想 Why not 就把那一支呢 拿去給人家加工 把那個鐵套逼出來 換成是特別是用車床 車出來的 車一個魚眼進去 OK 那個效果其實就很明顯 就像你335跟92M-3的差別 OK 好 那我這一台車呢 我打算比照辦理 所以呢 就這個部分呢 比原廠的M-5的M-Clar 大化呢 再多一點 好 當然 我相信不止啦 因為原廠的這個M-Clar 通常它的做法就是 你看起來 仰角跟這個控制臂 看起來感覺好像是一樣 但是呢 它的這個前選的CAMBA角度 副腳 通常就會比非M-Clar 來的大一些 OK 好 那這個部分我想 這個在這台車上 我就盡量做 就是包括到時候的 避震器的這個 上座 可以做JOSER 嘛 至於至少我們在這個 控制臂的部分呢 我打算把我這台 530的 控制臂的前面鐵套 逼出來 換成 純橡膠的 然後呢 小字那一隻 把那個鐵套逼出來 變成魚眼的 好 那應該今天我下午 就會去 去把這個東西 寄送出去 好 把它寄到在 在彰化的 跟我配合的廠商 好 那到時候再跟各位一起分享 好 那在後懸M-Clar化的部分呢 那這個就完全 就去COPY COPY E60M5 因為E60M5呢 跟非M-Clar 這個E60來講 它 我所看到的 唯一的差別 這平衡感 我們就不講了啦 平衡感 那另外一回事 那個太容易改了 它最大的差別呢 就是 我們知道後面是 H型的懸吊嘛 對不對 它這個H型的懸吊呢 我之前在第二集也講過 這個 在F13 M6 F10 M5 甚至整個結構 是跟E60很像的 而不像一般的F10的 非M-Clar 為了要去 搭配它那個 選配的 可變 就是後輪轉向 反而變成 你不是每一台有嗎 對不對 變成高速穩定性 我覺得比較差 那這個E60沒問題 全都是這個結構 但是呢 只要是E60M5的話呢 它那H型的上面那兩隻 控制臂 有人講一直一彎 有人講一長一短 就是長的那一隻 是條 CAMBA 然後內側是鐵套 外側是魚眼 OK 那前面那隻 直的短的呢 那一隻是FOR 這個條頭影的 OK 那那一隻呢 M5的話呢 是外側 球頭 那都是球頭 內側呢 重點呢 內側也是 球頭 魚眼球頭 OK 這時候M5專用 而且那一隻非常的貴 如果說你訂這個原廠 M5的那一隻的話呢 那個是破萬 而且萬到很多 萬到很多 問到很多 很貴 所以呢 一樣 我也是訂了這一個 大家知道 我覺得用台灣鳥比較好 有的是很迷信 那OK 尊重大家的想法 我認為用台灣鳥是OK的 而且甚至用更久 所以我一樣 就是 那個地方也是用台灣鳥 那跟我前面一樣要用 那一樣都台灣製的 一樣去寄到彰化 那個廠商給它做 鐵套更換成魚眼球頭 那麼在裝回來之後呢 就到時候一定我的避震器跟輪胎 輪圈都裝好 再依照那個狀態去做四輪定位 去阿爾伯做四輪定位 做龐式定位 然後呢 怎麼樣調成我所謂的M car的設定 大家一樣 那期待 我接下來幾些內容 好 那現在先去我的工廠 把這個西門的問題給解決了 走吧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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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就是 一根兩根螺絲 然後中間通常是一個那種 那種扣子 等一下大家看就知道 好 我們先挖第一個 Airbag 的蓋子 好裡面會有一個螺絲 好前面 好前面再還有一個 先把外蓋挖起來 好捲 轉掉 好原則上要拆的螺絲就這兩顆而已 其他呢 就是 扳開來 啪啪啪就開了 好 稍微包覆一下 如果沒有這個特工的話 來 從這個腳邊呢 通常比較好施力 好這個一定是這樣一圈嘛 對不對 然後還有上面 上面撥開來 然後說哎呀會不會傷到 多少都會傷到 那個 拆完之後我們再檢查 齁 該黏把它黏回去 OK好 最後這個最重要 它裡面有一個扣子 你不要硬拉齁 因為你看施力在這裡 這個地方裡面一定有一個施力點 齁 來 看我腳齁 看我腳齁 往上頂 齁齁 這樣就開了 有沒有安排啊 哇 這個東西還不少齁 這個喇叭線 然後呢 這個是 齁 中控鎖齁 然後 一些燈 LED燈 底下的照明燈 這也是LED的齁 好 這個Airbag 這個拔掉待會已經亮燈 沒關係 我們再消就好了齁 好 OK 這個也是LED 好 最後一個呢 是這個就是拉門把這個 這個 這個倒勾撥開來 好 這樣就起來了 好 把內部這個隔板翻開來 先固定一下齁 好 重點出來了齁 好 這個呢就是我剛才前面講到的齁 這個 三角 六角鎖總承在這裡嘛 然後 外帶這個馬達 你可以看齁 之前不是說 除了說它不會吸之外 齁 有聲音有沒有 齁 齁 就這個地方齁 齁 這個馬達 馬達在晃 那看起來就是 你看這個地方明顯嗎 齁 這個橡皮斷開了齁 等於上下 一個 兩個 這兩個固定 但是這個斷了齁 所以晃 但是這個呢 絕對不是 它拉不緊的一個重點齁 重點是什麼呢 來 我們來手先摸摸看 好來 拉鎖齁 一個 拉鎖 好 可能還是要拆開了齁 比較清楚 好 有兩顆螺絲 但有一顆已經斷了嘛 所以呢 應該拆上面這一顆 欸 沒錯齁 這樣就鬆開來了齁 你看我這樣拉 有感覺了齁 好 這裡頭可能看不到齁 我手先摸一下 沒錯齁 跟我剛才講的一樣齁 就是它那個 拉鎖的這個管子齁 外露 那 極可能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它勒不緊 好 來 做點加工吧 好 擋片來了齁 來 我把它 這空間非常小齁 所以 可能我直接弄齁 再把結果拍給各位看 喔 手錶不要掛壞掉 弄這裡頭齁 不管是換方向機啊 或者搞這個齁 向來就是很辛苦 因為空間很小 OK 然後很擠齁 然後裡面很多尖銳 尖銳的點齁 好像搞手很痛 還好大家知道旁邊老師怎麼樣 我的手很小齁 所以做這個呢 其實蠻 相對啦 相對 好一點 OK 但是還是很辛苦的齁 所以有時候大家說 什麼修車很貴啊 或什麼的 其實我覺得要體諒 各行各業嘛 大家都要生活 然後呢 這個 修車呢 除了技術之外 還需要體力以及耐心啊 所以只要是他有 照正常的程序 把你問題解決 我覺得這個該給人家工錢 喔 腳好痛 OK 好來 先把初步的結果 我先拍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我鎖了一個夾片在那裡 有沒有一個夾片 OK 那這樣的話呢 suppose待會再拉的時候 他頭就會 就會頂住 就會頂住 OK 好 那有沒有效呢 來馬上先試試看吧 因為他那個齁 我們要頂的位置在哪裡齁 也是有一定的範圍齁 好來 我們先試齁 現在 好 現在是開門的 好來 實驗齁 好 欸 哈哈哈哈 再一次再一次 再一次齁齁 再一次齁齁 一驚到底齁 有沒有說 看起來問題是解決了齁 所以我那個夾片的位置應該是可以的 OK 但現在呢我想再補槍一下 補槍一下 因為它力量很大齁 來 補槍一下 好 那小手要再伸進去了齁 就在原夾片的上方呢 再多夾一片齁 這樣團結就是力量嘛 讓它力量大一點 不要 這個 拆得半死 不要弄幾次又收回去了齁 這個地方根本看不到齁 完全要憑這個手感 但是絕對不是一個正規的弄法啦齁 正規就是花錢嘛 對不對 換成個總稱一定是好的齁 只是說 這個就是 我剛才講的齁 原廠這個設計是非常 非常 難以理解的齁 那你說 就因為這樣齁 我剛剛可是給各位聽齁 因為這樣 你就故障 然後要人家 花錢去買一個整個總成新的 實在沒什麼道理 實在沒什麼道理 也很不環保 也很浪費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我這樣處理 應該是對的齁 一方面省錢 二方面也是呼應齁 不要浪費齁 Chris Bango是退休了齁 哈哈哈哈 應該跟他呼籲齁 他在退休 他對MW應該還是有影響力吧 對不對 像這種設計我覺得是 很無法理解的齁 你要不就是那個地方 應該不要那麼脆弱 要不就是說呢 那地方壞的是有零件可以替換的 不然這樣一個 結果實在是 至少 我是覺得 無法理解齁 也覺得不應該這樣 好 終於好了齁 我們看看拉開的是我們地方脫開齁 多少有一些齁 這裡還好 好 前面這邊有點開掉了 好 其他的 我看扭扣的部分呢 算完整齁 算完整齁 好 挺好的 來 那我們就AB膠 把這個地方黏回去 好 用這個 所謂金屬用AB膠 我一向都用自然黏內裝件 我覺得非常的棒齁 好來 好 這個地方要補一點肉進去 這種脫模的面積要大 因為彈結力量大嘛 你接觸的面多 整個拉住的力量就會強 好 周邊把它刮乾淨 好 好 這門板算很漂亮齁 那麼 這裡也有一點來補一點好了 就沒有了 好 好 好 那 我們 好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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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力量靜置 不要硬化 不要移動它 作曲 李宗盛 好 現在把它裝回去 很多線 一個一個把它卡回去 好 這個是燈的 這個是冰濃窗 好 再來是喇叭線 好 這個是 門市版的LED照明燈 好 LED燈管前後各一 然後 Airbag 好 最後就是這一個 拉門把的這個 好 確定有勾到 好 這樣就可以裝了 好 拿來剛才講的 這個一次性的扣子 先放到它的準位 爬進去 好 然後對到孔之後呢 一個一個把它拍進去 好 要確定中間那個有到 好 你看拉才會有支力點 好 來 我是要走回去 然後再放進去 好 沒問題 好 開 好 開 好 開 OK,好,最後再試一次 多棒 哇,所以忙了一個下午 把這個西門弄好了 然後門板內部再補槍一下 然後當然那個馬達固定好 就不會有聲音 就這個門等於完全修復了 四個西門完全正常 非常好 那麼在等那個A比較乾的同時 大家也可以看到我剛才講那個試板 就請我把它拆開來 包括中央試板 中央試板 包括這個海檔 中央中船馬鞍這個地方 還有呢就是 原來大家應該有注意到 就是那個冷氣的A7按鈕 已經拖漆了 白白的很醜 那麼我本來想 應該就是跟我以前 從淘寶王買那個F10用的 應該是一樣的脈絡 因為大家知道E60 在內地也是有國產化的 我想應該也是有 不過呢這幾天 在淘寶王搜了一下 怎麼說都搜不到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找不到 找到中間三個圓圈的有 但是呢 這個單獨按鈕的 像這個A犀牛的 找不到可以替換件 那麼該把它做一個分解之後呢 發現其實那個蓋子是可以挖開來 我本來以為是不是不好拆 那我想一個結論 如果說真的沒有的話 應該是F10的因為很容易 你根本整個面板都不用拆 就小店很快要挖 那個蓋子就挖起來了 我之前有影片 那麼這個E60的話呢 就比較沒有辦法 你就必須呢 把這一個整個面板 OK 包括飾板卡 它跟面板卡在一起 把這個面板打開之後呢 再把它挖開來 就是工序多一點 但是呢 那一個 那個按鍵那個殼 顯然是可以更換的 不過看起來沒有料件 所以呢 我就用那種塑膠鍵專門的霧黑噴漆 這是鐵勒斯罐啦 但是那個是Dyno的 就是霧黑的 霧黑的 霧黑的 瓶光 瓶光噴漆 分了大概 四五次吧 把它一次一次 又一層又一層的把它噴起來 那該把它裝回去了 裝回去了 我覺得 當然它少了一個那個 AC的那個 雪花的那個Mark 那我覺得至少這整個把它黑掉 因為它那LED綠燈還是在嘛 我覺得暫時這樣還是不錯的 那如果說 有什麼管道 買得到那個可以替換鍵 或者我找到人家有拆車鍵的話呢 那就做個處理 如果沒有的話 我覺得現在這樣也蠻好的 大家看整個內裝 我剛才整個再擦試過一次 那麼再這樣裝回去 整個內裝的氣氛呢 好得不得了 多棒啊 整個內裝的氣氛呢 相較於車剛來的時候 不是說變成核桃木而已 因為有時候顏色很難說 有些人會要求不一樣 因為原來它那個貼的已經完全沒有質感了 那本身就 我覺得不是很好的一個貼紙 然後旁邊都 都翹翹的嘛 對不對 然後你又方向盤上 反正按鈕 那就邊邊有 那看著之後就貼上去 然後用美工刀刻出來的 哈哈 氣氣咬咬的 不平滑 所以現在這樣子你看 整個氣氛喔 讓我感覺到 多棒啊 我本來以為今天可以把後輪裝起來 但是呢 到底從花蓮寄過來 可能會比較遠一點 可能要等到明天了 所以明天如果 輪胎有到的話呢 我們再來把這個 換輪胎 跟這個輪圈的 那些數據的算法 來跟各位說分享 好明明繼續